是從剛剛看到的是巴菲特的公開談話 沒錯 事實上這個禮拜的時候 巴菲特在這個奧哈馬 舉行這個波克夏的這個股東會 那全世界的很多股東都去朝聖 那當然他講了非常多 我覺得對未來我們投資市場 或是國際情勢 他有非常多的解釋 第一個當然大家講說 你之前有買過這個中國的股票 那請問你會不會再買中國的股票 他說呢 他其實並不是很了解這個中國的文化 所以他未來可能不會 不會去再買這個中國或是香港的股票 但是呢 他說我們之前的確買了很多日本的股票 因為他具有這個壓倒性的吸引力 但是會不會再加碼 他應該也說不會 所以他未來可能會把Focus目標 放在美國市場 甚至穿淹中間呢 他目前會去買一個加拿大的這個公司 但是是什麼公司大家不知道 就是美加他還是比較信任的 那講到印度 他說其實他對印度也蠻看好 不過他不了解 那可能印度的布局 要交給下一任的CEO 至少在他任內是不會做這樣一件事 然後第二個是大家講到這個蘋果的股票 因為他上一季的這個蘋果的賣的 他賣的13%的這個蘋果的股票 那折合這個美金是200億左右 那目前為止持有這個蘋果 大概是7.9億股 如果用蘋果目前的股價來算的話 是1420億左右 是他第一大持商股 那當然很多人問他說 那你幹嘛要賣股票 當然他的說法是說 我不是不看好這個蘋果 因為那一天的時候 這個庫克還有到現場去 所以他當然不會說不好 他說我還是蠻看好的這個蘋果 只是說他說因為稅收的問題 為什麼會稅收的問題呢 因為他目前為止 帳上賺了太多的這個股票 蘋果要賺太多 他想說我這一次呢 就把這個資本利得稅 把它繳掉之後 我可以再有機會再把它封低 買回來的一個狀況 好另外一個 就是他目前為止的現金部位呢 折合美金大概是1890億 那一直到第二下一季的話 可能會到2000億 那問到說有沒有好的投資 他目前為止似乎是 對整個市場 他認為說沒有太多 可以投資的這個機會 好但他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可能會多買一些短债 那長天期的美债 他目前為止沒有在這邊琢磨 另外一個他講到比較有意思的是講到AI 因為其實講到AI的時候呢 他把AI形容是一個核子武器一樣 但是他還說 他說他覺得這個成長性是非常強的 但是他講到說他現在有困擾 有什麼困擾呢 我相信寧官或是我 我們都有一個困擾 就是我們在台灣都常常被人家盜用 他說他也是被盜用 他說他很多影片 那影片呢 他把這個 可能是他用他的影片 然後講過他的話 他說他都沒有講這些話 然後他拿給他的女兒 拿給他的老婆看 他們都說 這是你講話 他說我根本沒講過這些話 他說這個所謂AI詐騙呢 恐怕是一個大型的未來的成長產業 所以他當然講的是 AI是很好 但是他目前為止 看不到這個具體的商機 但是他認可是 AI是一個非常劃時代的產品 類似核武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講嘛 因為AI真的 真的是發展得非常迅速 在這個蘋果來說 蘋果在5月7號 他會發表新產品 然後在6月10號 他有一個WWDC大會 他會接諸更多未來蘋果AI發展的方向 然後緊接而來的話 在這個禮拜天的時候呢 廣達剛好舉行他們的這個運動會 那運動會的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林白禮董事長親自出席 他還講了非常多 他講說啊這個 我們在AI的這個領域裡面來說 我們是領先 然後他把AI的形容只是 AI不是一般的車子喔 他把AI是懸浮列車 而且是新幹線 而且是超高速的驅浮列車 是用600公里 時速以上的這個進度在發展 所以你看其實AI領域來說的話 對台灣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其實最近一段時間呢 韓國媒體非常擔心 因為韓國目前為止在整個面板落後中國大陸 然後在折疊手機 目前為止市占率大幅的滑落 另外包括說像在整個AI領域來說的話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也推出非常多的AI的模型 那因為韓國沒有太多AI的這個大模型 他們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說要148年才會發展相關的AI的這個技術 所以告訴你說 其實目前為止全世界都在發展AI的狀況之下 台灣我覺得只會越來越好 絕對沒有什麼台灣會轉差的疑慮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